哎,最开始的双腿手应该是这个问题,在后来的演练的过程中,那吧,后来的演练的过程中,慢慢的就有很多变化了,所以说呢,我就说我们一定要找到根,才能知道它所谓的变化是怎么回事,如果你找不到根的话呢,那就你学吧,可能关于关于双腿手,关于这个双腿的这个套路和这个单式,有上百种上千种,一样一样学吧,你如果找到根,你知道它的变化,你就学一样, 上百样上千样,你就全部都回了,对吧,比如说啊,那你说啊,我这个叫,那个行一拳的虎扑,你打,我这个叫双腿,对吧,过来,哎,你站稳当点啊,我这个叫双腿,那你说,如果我这样,我这不也叫双腿吗,就是炮拳吗,对不对,你跟我说的意思吧,哎,这不也叫双腿吗,哎,说一说呢,任何时候, 任何时候,打上手,看上,哎,假如说这只手过来了,打我了,我们现在没有那什么,这不也是双腿,哎呦,啊,这不也是双腿吗,哎,说一说,呃,其实会的双腿,会的单腿,我们的劲基本上都掌握差不多了,嗯,说一说,只要是劲,全身的力量往一个点上走,它就是双腿,懂了吧,看上,全身的劲,看上,虎扑,我一个点上走,嗯, 哦,一个点上走,好,过来,这是虎扑,哎,那么呢,哎,对吧,单手,啊,这个,嗯,这不太极了,叫,叫什么,嗯,对吧,那你说它不是双腿吗,是不是,哎,当然了,它这里面的劲有细微的变化,是吧,好, 好,为什么说,单,单腿,单腿是双腿里变出来的,来,就好了,为什么这么说,来,双,双,啊,就是我在这个过程中,我有这个变化,它就是单,其实这单里面也有双,我不知道看明白没有,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,啊,就是说,我身体往前扑,一扑,一扑,这叫双,在扑的过程中呢,和同背,这就叫单,懂了吧, 来,带过来,还,还说这个,你看,上节课讲的,这叫同背劲,对不对,但是,不能光这个,这个劲过程中,我还有一个往前踏的劲,往前踏的就是双腿了,往前踏,这就叫双腿,如果你,你单不然就在这,它啥事没有,所以说我们要往前踏,所以这叫双,这叫单腿,双腿的变化,双腿是从这里变化来的,大概是这个意思, 所以说呢,我们有一些单式,四个小单式,全部都是双腿手,就是说,把双腿手,把双腿手练明白了,然后才能练它的变化,懂了吧,然后才能练这个双腿的变化,所以说呢,讲一讲双腿的弓形,我先做一遍,然后你也做一遍实地,双腿的弓形呢,就是, 就是,侧面做一遍啊,就是,还是单竹着地啊,还是一条腿抬起来,然后呢,上下,还是要一线啊,上下一线,不能,前仰后合,左外右斜,然后呢,把这走,随意的拿上来, 刷往这边,刷往这边,你看,刷往这右,转一转,然后,出去,再做一遍,侧面啊,单竹着地,起,然后出,就这么简单,顺着的右手啊,右手右脚出去,左手搭在右手上,如果是左脚,左手出去,右手搭在左手上,这个呢,就是为了将来单独, 为了将来给单独,找劲点,所以说我们不打这个啊,我们要打这个啊,就是说,啊,掉过来,一,公布,前功,后登,站直,收回来,然后,转,往下落,走,好,正面做一个,看上,转,起来,落,走,好,正面做一个, 转,起来,落,啊,这个步,是这个,弓箭步,为什么说弓箭步,这是我,我以前说过,我们的这个,